前面這個就是泰國的空車 綠色背心的就是計程車 那計程車會變成摩托車的樣子 是因為 泰國到處都在塞車 關會很簡單啦 只要 給他台幣他就看得出來 看到一堆人在排隊 看到一堆人在排隊 就是用吹的關東煮 買一下路邊攤試試看 反正聽不懂 用筆的都ok 感覺他沒有洗 我會拉肚子 路邊攤小吃啊 通常都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真的 想要節省一下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路邊攤 這罐柳橙汁 剛剛買 40塊 然後 喝起來啊 就是 完全是 就是現炸的感覺 因為 那個柳橙皮的感覺實在是太重 好 7-7的漢堡 無庸置疑的好吃 而且 算便宜 但是比起路邊攤 差了一截 然後聽說這個 蝦餃 很好吃 我就試一下 然後還有 這個肉捲 我看了就特別想試一下 因為看到麥當勞也有在賣這種東西 好 我們就先吃 蝦捲吧 這個蝦餃 確實還蠻好吃的 有推 然後 要沾類似醬油的這個東西 其他的雖然沾起來 怪怪的 可是我覺得 別有風味啦 好 這個也還不錯吃 可是呢 應該在台灣吃我們自己的水餃就OK了 並沒有非常的 推 剛才這個關東煮啊 我有點後悔加辣 真的超辣的 這樣吃不了多少 下次點路邊攤 你就不要跟他說要加辣 好辣 我們慢慢拍 喝多汽 泰國啊 買東西非常的便宜 所以呢 我就 買成了這樣 還蠻多的 一打開才發現 靠怎麼那麼多 啊是因為有家人幫帶啦 所以才可以 有那麼多可以 可以拿 那麼多的空間可以拿 好 這個荔枝奶茶 我買回來喝喝看 還不錯 奶味很 低 但是荔枝味很濃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化學的 好接下來我們要嘗試一下 鹹蛋波熱還有 那個水果茶 剛才水果茶我喝過了 還不錯喝 酸味還蠻重的 我個人是怕酸啦 但是還可以接受 剛剛吃了這個鹹蛋波熱之後 呃他的味道是酸甜辣 然後再加上那個 雞汁波卡的那種感覺 還不錯吃 然後而且有真的有鹹蛋的味道 好我們接下來要吃榴槤味的海苔 小老闆的 然後如果你要看小老闆的故事 可以看 海苔百萬富翁這個部電影 一個屁孩創業成功的故事 好我們來試吃海苔吧 好剛才試吃了一下 有點太甜了 然後 榴槤味沒有 很重 所以覺得 不推 好接下來我們要吃海南雞的 這個 口味的那個 海苔 然後他的內容物 是長這樣 那我剛才吃過一片 他就 鹹鹹 香香的 就有一些那個 香料 摻下去的感覺 這是辣味的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太辣 不是很推 接下來我們試吃一下波勒的 二合一口味 然後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 這個應該就是龍蝦口味的 我剛才有吃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辣醬口味的 然後我本身 不喜歡這種辣醬 然後這個應該是 小龍蝦啦 就是 台語的豆腿嚕 然後這個也是偏辣的 覺得 都是辣感居多 沒有很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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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